以前真的不理解 就是外国人为啥子不吃稀饭 现在我真的是买了几次外国的米 我就是理解了 他这个米熬不出稀饭 我们中国人熬粥用的那个米 再放点什么 假如说你放点花生米 放点绿豆什么的 熬出来的粥是香的 就是你这样闻到香味 摩洛哥这边的米 我熬过几次粥 熬完以后 汤啊 那个米是米 水是水 基本上两个玩意儿 它不相容 就跟 就跟他们两个不认识一样的感觉 就是水就是为了把米搞 搞裂开搞熟 然后呢 这个米又没啥味 吃起来呢 味同嚼辣 哎呀 你这哪是粥吗 整个就不打地 所以说 如果说你长期旅行到国外 你的话 空间大的话 都背上一公斤米呗 背上一公斤这个东北大米 好一点的米 真的这个熬稀饭特别香 我现在这边还有点这个东北大米 我就想呢 过最后两天三天的时候呢 蒸点米饭吃 然后呢熬点稀饭喝 这样子解一下相思之苦了 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在外面发展的比较多 我不是说过了吗 就是那种巴掌大 有头有脸 而且在地图上呢 能有名字 能找得见 基本上都有这个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超市 基本上呢 你问好 哎 在哪里能采购这个中国超市啊 什么的 你像我现在这些佐料都是在迪拜 就是迪拜的中国那个中国城龙城那边采购的 像这个摩洛哥这边卡萨布兰卡 他也有中国超市 中国超市其实挺多的 你只要留心 再加上多问一问 总能问出来 所以说呢 也不要太担心 就是中国佐料的补给啊 中国调料的补给啊 什么的 就是贵一点 无所谓 你都出国溜达了 你还嫌贵呢 不可能的 是不是 像这个酱油比较少 比较贵 真的在国外 哇 酱油真的有的地方是奢侈品 一个酱油 然后一个醋 哇 真的不好搞 我这一次都忘买醋了 如果说我现在有一瓶醋给我 让我人民币200块钱 换一瓶醋 我眼睛都不眨 我肯定要换一瓶 哇 有醋了以后 我能干的事多了 包饺子蘸醋什么概念 我现在蘸的是辣椒油 我也想蘸醋啊 那买不到醋 这些国家都不知道 醋是啥东西 就这么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国家的人 出来以后呢 尽量的就是自己准备一点 就吃的 这样吧 你们 你不要说是 哎呀 你到了这些国家旅游 是不是啊 就应该吃世界各地的美食 而且说的跟唱的一样的 我当年也是的 如果说你们看我视频久的 或者是 就是老粉丝啊 追剧追了半年以上的这种人 你们应该知道 我曾经在这个国内的时候 也放过这样子的话 就是哎呀 我就在国外就不做饭了 外国人吃啥 我吃啥 老外吃这个东西都能活下来 我怎么就活不下来 是不是 经过这半年 我总结了一下 我真的活不下来 我 如果说我不自己研究 吃的 就是自己学什么 做这个面 做这个面 炖这个肉 包饺子 炒菜 真的 我感觉我会在国外饿死 他们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哎 现在真的吐槽啊 我现在都特别想 就是攒笔钱 不行了回国 以后开个餐厅 我这样把你呢 就是走向厨艺接算了 就是那种感觉 反正 希望呢 大家呢 就是有所建议吧 就是我的这些小经验 能大家知道以后呢 以后出国 自己能稍微准备一点 就是不要说是到了国外去以后 哎呀 这个吃也吃不习惯 想个家乡的味道 连个佐料都没有的 那就有点这个素素无策了 是吧 而且这些佐料 像说桂皮 花椒 桂皮 花椒 八 那个八角 什么大料 还有什么香叶之类的东西啊 它都是抛货 你稍微拿那个袋子装一些就可以了 关键时刻你炖个东西多香 是不是 它不香吗 还有就是那个酱油 你带上一点 醋也可以带 反正就看你去哪些国家 你稍微带点 哦 我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哦 我们四川人 像我们四川人 重庆人 喜欢吃这个麻辣 花椒 如果说这一类人 你要出国的话 你长期玩的话 你最好自己带点花椒 真的 或者是花椒粉 在国外不好搞花椒 哎 我就 我逛菜市场 或者是逛佐料市场 咱也逛呀 这个胡椒能买得到 孜然粉也能买得到 腊皮子 桂皮 八角 花 那个大料都能买得到 就是这个花椒不好搞 所以说花椒的话 哎呀 我还心想 我下次去这个卡扎布兰卡那边 我看能不能搞点花椒 因为我特别想的就是 你看花椒 做个什么花椒鱼 是不是 你把那个鱼买上便宜一点 蒸一下 花椒放在上面 葱放在上面 拿那个油 让他一浇 再放点什么辣子油 是不是 多完美 而且我这次练辣子油 也没有花椒 所以说花椒是个事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 这个东北人 是不是 你出国 你肯定得把你那个大将带上呀 你以为在国外能买得到大将 而且我们东北人是 哎呀 我现在 我说这个呢 我居然咽口水呀 这个大将占一切 是不是 各种这个菜 你占大将 国外的蔬菜都能买得到 而且品质都不错 你要是有这个大将 你要是有大将 我动不动 买点生菜 这样蘸一蘸吃 其实也挺好的 这大将反正是买不到 还有就是黄豆酱 我们不是有那种乐扣碗的黄豆酱吗 你要有机会可以带着黄豆酱 我要能买的话 我也买点黄豆酱 为什么呢 这个特别有用 你说把那个牛肉 或者是切成丁 然后呢炒一炒 再放点蒜 再放点辣皮子 再放点黄豆酱 是不是 这样霍道霍道 就可以装在罐子里头 嗯 然后呢 下着面条 拌一下面条 哇 这个 哎呀 我得研究一研究 我现在是边说边想 我跟你说 我我我做视频呀 都是那种 随口就来的 就没有说是剧本的 哎呀 我突然间觉得我还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呀 好了 现在多少分钟了 18分钟了 这个视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而且这个视频还得分两个 因为我18分钟的视频剪出来是两个多计 这个地方的网速又不行 哎呀 这个 你看边吐槽吃的 我还顺道吐槽一下这些国家的网速 我们国家的网速 那真二八景的是站在这个世界顶点的网速 其他的国家的网速真的就是 就是拿那个毛线拉的一样的 特别慢 我上传一个视频 1.8个季 5个小时 咱这个视频 我剪成两个 估计 今天或者明天就一直上传 一直上传 10个小时过去了 所以说电脑啥都不用干 你就一直放在那 没办法 还有的人说你怎么不继续写你的 那个就是2012年骑行的故事 我也想写 咱就一台电脑啊 放在那上传 而且还不能乱动 就是求爹爹告奶奶 就是哎呀 求求你赶快传 我就不乱玩了 不乱折腾了 万一往一下蹬地下子 又上传失败 那你真的是痛苦的很 你知道吧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了 咱下期见